主管越不想让基层爆料 基层就会想尽办法 爆更多的料 但这个主管真是不得了了 事发的时候 马上跑到咆哮之王黄国昌那边 希望整件事情不要被咆哮出去 为什么黄国昌会对他们那么贴心 一句话 我被骗了 就可以掩盖过去吗 三回他说的是 我被拎背好油骗了 这一次他又是被谁骗呢 谢于荣向下管理 关之两只口 向下叫做压榨 叫大家不准讲 向上管理也不错 叫黄国昌也不要讲 黄国昌最爱讲的人 竟然被谢于荣要求以下 他自己也都说 他支持理解所谓的北分属的立场 而且他不会渲染 不会渲染 那就表示他不会讲 而且这件事情 为什么觉得非常的奇怪 是4号发生的事情 6号就去找了黄国昌 黄国昌都接到了爆料 而爆料我们以前当过助理都知道 我也当过办公室主任 通常在会议记录里面 不会讲我们立委的立场 因为你们的立场跟我们立委的立场 我们是监督者嘛 监督者顶多回去如果说我不管了 顶多会说你们自好自己管理好嘛 我这件事情等于是我不会去介入 但是黄国昌竟然说我支持理解北分属的立场 而且我认为家属不应该受到第二次伤害 用家属的理由说我不会渲染 为什么 原因来了 因为律师跟他还不错 这个吴俊达律师 以前是时代力量的律师 过去也跟黄国昌不错 在律师的12点声明的第7点 黄国昌立委办公室的会议记录 除了劳动部的报告之外 黄国昌立委的办公室的会议记录 也变成他们的遮羞部 变成他们谢哲的理由嘛 为什么他说 谢女士当下确实是因为接收到来自立委的致电 我就问吴俊达 这个立委是不是就是黄国昌 其关切的内容只指官场上面 职场上面的霸凌 而且他说任何谣言误传 军属对于身雇员工及家属的不晋级伤害 跟黄国昌立委的办公室的协调会的内容 有没有一样 一样嘛 所以劳动部的报告 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协调会 议员的协调会 议员的协调会 立委的协调会 都有法律效果 在未来在打行政诉讼的时候 我们在协调会的过程 所有我跟立委说明的事情 立委如果认证了 而且认证还发公文 还修改会议记录 做成会议记录的话 他都会变成在行政法院里面 非常重要的理由 是证据 证据 所以吴俊达 在写在第七点 就是用了黄国昌立委办公室 开了那一场协调会的会议记录 当成是谢宜荣的遮羞部 所以黄国昌不只是不讲话 他还帮了谢宜荣 用一场的协调会的会议记录 帮谢宜荣再脱罪 好 这是黄国昌 他对整个新闻的判断 显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还不如民进党的李宇翔 对不对 当然差很多好不好 李宇翔表现很好 你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 林淑芬表现也很好 回到黄国昌 我比喻我 我用我自己的道德标准 我今天如果我们有 这个市政府的一个局长 这样子霸凌 像谢宜荣这样霸凌 他的员工的话 然后上吊自杀了 如果来找我 我做法 我做法跟黄国昌一样的话 我做法明这个畜生好不好 我讲那么重的话 今天他帮凶 他就四个字 我形容他这个案子处理的 一帮凶 二吃案 这不是吃案吗 今天提早火化 都跟他有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 道德的长城 有谜嘛 声量大 然后一天不打赖清德 不咬肯赖清德 不弄民进党 全身发痒 这个机会有多好 这天上掉下礼物 一百年出一次 对黄国昌来讲 他为什么弄 所以其实爆料的人 就是相信他会爆料 对吧 才把资料提供给 为什么提早火化 没想到他被戳掉了 为什么提早火化 第一个 算了 我们打 你们这个恶势力太大 那个吴妈妈 算了 我们认输了 我只能自己 自残 摊在地上 可怜嘛 那个画面 我都怀疑是否是真的有人爆料给黄国昌 黄国昌是不是跟吴俊达跟谢一荣合眼的一出戏 他要的就是国会所谓的协调会的会议记录 我已经寄给了所谓的分属 而这个分属当成他们调查报告 甚至这个发生在调查会议之前 发生在调查会议之前 我已经跟立委说了 这个东西不应该是我的善意 我出自善意的 所以我就把黄国昌的会议记录 当成我在调查报告 给所谓的劳动部 他们调查的时候 我的理由 所以在调查的时候 谢一荣已经有一份黄国昌的会议记录 作为他的理由了 所以就把他踩入纳入 所谓的劳动部的调查报告 所以黄国昌已经影响到了 整个劳动部的调查报告 他这个协调会绝对有鬼 你不要误蔑我了 黄国昌是被骗 不是不是被骗 他是法学不是不是被骗 我们今天是回到吴妈妈的角色跟家人 第一个家人都是公务员怕 担心 第二个吴妈妈认为我打不过了 我找了我最后的希望 找到道德的长城 最反律的 最有力量 身量最高的黄国昌 就他这样胡隆我 我也没有结果 你今天要吴家怎么样 算了 找一点工具就火化了 我连这个头七都不让我做 做头七 我儿子死不瞑目 你要在那个弱势的地方 想他们的世界 我们不能在我们的世界 看他的世界 那我就放弃了 那么大的二十例行政 然后我找一个在野党黄国昌 身量最高 看起来有正义感 结果是这样处理 你叫他怎么办 可怜啊 这一家人你知道吗 重点他吃案压案的理由 竟然推给家属 因为他说是家属希望 不希望造成家属的二次伤害 家属有跟黄国昌你讲过吗 你完全接受谢盈隆的说法 你把谢盈隆的说法 把家属直接吞进去 你黄国昌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激进无声 他们就两种人 他自己本人跟他的助理 两种人可以到他办公室 第一个叫做 星座叫狮子座 然后社团叫做狮子会 讲话都匹配 都狮子吼好不好 你今天碰到这种事 你跟冷气劲一样 激进无声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今天是不是政治的人血动物 你这个事情 像我们有点热血的人 都会跳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帮忙追打这些坏人 你呢 我在怀疑你跟谢盈隆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可以尬然而止这个事情 你逮到这种 逮到这种一百年出现一次的 可以打赖青的打民进党政府的 所以他说他被骗只是要谢责 对不对 好现在有一个问题 发生这个公务员的 公务员之死的事件之后 我们要问的是 这绝对不会是个案 有没有在这个体系下 更多人是在被欺负 这个主管不管是怎么样反应 就是说掉不走就是掉不走 台北市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 议员 中央台北市都很多 那几个女议员开记者会 然后我的看法 我地方中央我都批评 公务要考进公家机构很难 一百个考三个 结果考进去之后 上班的地方像公寓 像地狱 我们的公务员 力量都很大 我先讲台北市 再讲中央 这是真的可惜的 这次赖青的放过一个 如果有张艺赛 马永成认多一点 我等下来第二步来讲 情况是不一样的 台北市 然后也有一个科长社会局 给他咆哮 还有其他科市 以前是客问着 讲出话 有个戳戳 不是 他是拿原子笔戳人家头 戳额头 也有这种局势 你说主管戳员工的额头 戳人家头 这个不是言语吧 你这已经有肢体 有肢体那就更严重 所以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律师 那这办什么法 你主管一生气 失控居然去戳员工的头 这是什么法 是其实如果在 他如果在公众的面前 去做这件事 其实他已经相当 抵损这个人的人格 那就有公然无误的问题 那如果造成伤害 那就更不用讲 我讲赖青的跟 可是我是一个员工 我背貌 我敢去告我的主管吗 不可能 主管不想送的嘛 对不对 不可能 烤鸡在他手上 是 然后 而且公务员 你不要以为保障 我不让你待 叫你走 你要找到另外一个单位收你 收不到你也麻烦 你知道吗 工作也是没有着落 我想两个人 都错过了机会 一个叫赖青 赖青的表现得很好 可凶两次 可是今天如果 洪森汉 我认为表现不好 也不坏 很平 可再 我跟你讲 七年之病 要用三年之爱 所以今天如果狠一点 叫林书芬来接 劳动部长 是完全扭转 我跟你讲 反正输七八个 其实林书芬是蛮有正义 当然 林书芬 林书芬表现得最好吧 这次嘛 当时要劳提把修正 他也是站在第一线去 去对抗的 那中央 这中央的部分 可是林书芬不能来做部长 他那一区就没委员 那一区补选还是 卢之后还是民进党赢 没差 我跟你讲 再回来台北市 牵动太多 我讲过还是那一句 你们都用平常思考 七年之病 三年之爱 伤害多大 再会有一个立委的去留吗 那我们下转了 到那中央 这次看 我下转了 我下转了